好 那明杰美國大選的同時 美軍事實上也試射了 這一個洲際飛彈 對 在美國大選前 這一個的確外界觀察 非常敏感的一個時間點 美軍又再度試射義勇兵三型的 一個洲際彈道飛彈 那這一型的洲際彈道飛彈 它敏感在於說 它的一個可以攜帶三個分彈頭 那一個彈頭上面 可以帶這個W78型 這種的核彈頭 基本上它是可以高達 30萬噸的一個核彈量 那破壞性當然非常強 而且它的末端攻擊 它從大氣層下來 可以高達23馬赫 根本是完全難以防備 而且它的一個飛行距離 遠達1.3萬公里 也就是說從美國本土 基本上是可以打擊到 中國任何的地方 那在這個時間試射 的確是相對於來講 過去來說這一型的 義勇兵三型飛彈 每年對美軍來講 它的一個正常測試 是每季一次 也就是說三個月到四個月 可能會試射一次 但是今年我們觀察 從近期開始 從8月9月10月到現在11月 已經變成每個月就打一枚 而且過去來講 大概在月初的時間 那這一次因為11月3號 剛好是美國總統大運 普選的一個時間 所以他把它提前到10月31號 那做這一個 舟基彈道飛彈的一個 射擊的一個目的 事實上美軍也講得非常清楚 那美國的空軍參謀長 還特別出來講說 這樣的一個試射的過程 就是要展示 他們的一個核子的力量 當然是要威懾對手 那同時也是要讓盟友放心 那除了這一個陸基型的 一個義勇斌三型之外 其實我們看到先前 它的二亥二級的核潛艦 也發射過所謂的 這個三叉戟淺射的彈道飛彈 那這種三叉戟二型的 一個淺射彈道飛彈 過去來講 一般來講一次是打兩枚 今年也把它提升到 三天內就打了四枚 那前一陣子我們還看到 二亥二級的這種核潛艦 通常是在水下 絕對不會曝光的 那近期在美軍的演訓裡頭過程中 看到很多的一個訊息是 二亥二級潛艦直接浮到水面 那這都是對於解放軍 在做一個威懾跟一個 嚇阻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為什麼要去展示核武 我們剛剛也談到 其實今年2020年 解放軍過去 看到他的這個大內宣跟大外宣 內部不斷的一鼓吹 這個中國 似乎他的軍力已經非常強 但是在今年 我們看到一連串的跟美軍 在這一個印太地區特別第一島鏈的內外 進行相互的一個攻防角力跟對峙之後 我想解放軍內部應該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認知 就是在現在對於解放軍來講 美軍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裝備 包含像航母打擊群 包含像核武 解放軍在現在是難以對抗的 所以我們看到習近平為什麼還在十九屆五中 特別提出2027的一個百年建軍目標 似乎把這個跟美國對決的時間已經往後延了 也就是自己已經認知到說 在現階段基本上是跟美國 是沒辦法完全全力的一個對抗 那也難以處理這個台海問題 不過台海問題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事實上台海的一個情勢升溫 對於國際來講 非常難得的過去來看 很少國際的一個關注焦點是鎖在台海 但是今年包含這個整個印太地區 甚至連歐盟都注意到台海的一個 這個安全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看到說日本的獨賣新聞 特別報導 就是說這個日本的內部評估 就是說為了擔心 的確兩岸的一個狀況有變的情況之下 為了避免這個中國 譬如說在用武力處理台湾問題的時候 那波及到日本 所以他們在日本的智慧隊 這個明年即將要舉行一場 1985年來35年來 最大規模動員14萬 這一個日本智慧隊兵力的一個演習 那準備要投入在西南諸島 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一個軍演 過去早期來講 大概上一次演習的目標 其實是模擬蘇聯 這個入侵北海道 但是後來我們看到日本智慧隊 防衛目標 他轉向所謂的除了蘇聯之外 俄羅斯 後來的俄羅斯 還有所謂的北韓 但是這幾年來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個假想敵 已經完完全全的轉向 所謂的中國的解放軍 特別是解放軍持續在東海 入侵所謂的中國 這個日本 這個尖閣諸島 他們所謂的釣魚台海域附近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一個新的 這一個防衛大臣 岸信夫先前也談到說 他也擔心兩岸的確有可能擦槍走火 所以日本智慧隊 必須要對台海局勢 更加的一個注意 也要做好相關的防備 那當然如果今天台海一旦爆發衝突的話 日本我相信絕對非常難以致敏於外 特別是我們看到解放軍的反介入的一個戰略 除了要阻止美軍的航母打擊群進入第一島鏈之外 另外他這個過去不斷宣稱他有這一個所謂的戰略打擊能力 甚至是中長城的導彈 包含像東風17的高超音速飛彈 或東風21 他都甚至還有所謂衝繩快遞這樣的名號出現 也就是說他已經假設 如果今天要犯台前 他非常有可能先主動攻擊襲擊 美軍在衝繩的基地 至少未來連本周的基地可能都不能排除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事實上日本智慧隊不可能在旁邊袖手旁觀 而且美日安保合作的情況之下 美日可能恐怕也必須要主動來介入台海 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日本過去非常的保守 那也不會去觸碰到所謂的中國議題 特別是在軍事上面 而不會去跟中國所謂有對抗的一個動作出現 但是現在在美國權力加大圍堵中國的情況之下 日本也必須要正視 可能台海的一個危機存在的一個狀況 所以明年如果這樣的一個智慧隊的大規模的演習 日本智慧隊現在總兵力大概有24.7萬 動員的14萬 將近等於陸上所有的智慧隊成員全部要投入 所以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軍演 等於也是在警告中國 在這一個台海問題上面 必須要用一個和平的方式來處理 不能動不動就要這一個動拳頭 那同時我們看到就是說 美中之間在這樣的一個大選的一個 持續火熱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解放軍近期對台 有所謂的軍事的動作 但我們觀察到其實美軍過去 在海外的行動 基本上都不會受到大選的一個過程 甚至結果影響 因為整個一個美軍的戰略 都是由前任政府先劃定好 而且美軍的戰術執行 一定有他的計畫 他會依序執行 所以縱然這幾天美國大選打得如火如荼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一用冰三型的飛彈造射 軍演造演 同時他的軍機也還是會照常巡邏 所以短期內我們認為 美軍在這一個印太地區 在這個一部一區 在緊盯解放軍動態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動作完全不會受到 這個大選的影響 那台海的一個目前的情勢來講 應該還是算相對的穩定 好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來